爱变变变 娇娘娘变女汉子 孙力亲手拔出口中玻璃 选温太医进宫 近日甄嬛小主 口中似有异物 身体勇敢不适 本想让太医给本宫好好瞧瞧 但怎奈小主勇气可嘉 见异物已经拔出 并发微博流念 异物从何而来 原来应十年前的一场车祸 存在于小主嘴角边一块碎玻璃 小主自制成功 孙力也被大家尊称为真人女汉子 很多人认为这是个笑话 是真的 对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这里有一块 出完那车祸就觉得有一个硬块 两个月前它就一直就是 有一个小洞冒出来了 可能那个玻璃自己端出 但是真的很奇怪 很多人问我疼不疼 我说我真的不觉得疼 一点都不疼 但有时候下雨或天前 变化的时候 它就是我的情意表 会有一点感觉 昨天就在我上天机之前 因为这个差点没赶上飞机 那个 就又破了一个小洞 而且我明显手就可以摸到了 然后我就特别勇敢地拔出来 对于走过南闯过北 气质出众又拔催的甄嬛小主 就这一点病 何必麻烦文海姨呢 毕竟能趟过后宫之潭浑水 身上要是不留点军工章作为纪念 你都不好意思 成为娘娘 在那个起初来之后 你没留过纪念 我留过纪念 我约了我一个做珠宝的朋友 让他给我项签在我的项链里面 让我给戴上 小鸣点评 娘娘你这都嘴吐玻璃了 下次是不是该胸口碎大石了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宗盛